質詢審檔時間15分鐘 院長 馬上請教育部長 請張院長 部長 張委員好 院長跟部長好 我今天有幾個問題想就叫我們的部長跟院長 第一個我想請問一下吳部長 你對我們學校對ADHD的篩檢 你了不了解這個政策 我約略了解 約略了解 那你贊不贊成這個政策 目前我們把ADHD的這個孩童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特殊教育的一部分 我們給他特別的照顧 這是目前的基本的政策 你們有給他怎麼樣的照顧 他經過登錄以後 如果他被視為是一個需要特殊照顧的學生 那我們會在整個學校裡面提供 比較多的教師的資源 以及特殊的照護 你講的是全部的學校還是部分的學校 應該是全部的學校都有類似的 確定嗎 當然那個具體的數字我可能要請國教署來查證 我知道你當然不可能到全部的數字你都了解 但你確定所有的學校都有這樣做嗎 我想政策上是應該要這樣做 如果有的學校還沒有做到的話 我們應該來加強還沒有做到的學校 然後讓他每一個學校都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來照顧這樣的學生 這個部分喔 部長 你可不可以給我 全國的有做的一個學校跟沒有做的學校 那有做的學校做了多少 這個資料你統計一下 可以嗎 可以 我們會後再送給委員做參考 是 另外你知道有某些縣市 他就是很粗糙的來做ADHD的篩檢 然後叫學生的家長填一個表格 然後老師勾一勾 就可以決定這個學生是不是有ADHD 你知道有這樣嗎 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需要有更多專業的協助了 才有辦法做得更好 不是 我只請問部長 你知不知道現在有某些縣市是這樣做 確實是有了 我了解 確實是有 對 那你贊成這個政策嗎 我想那個更專業的方式來確認這個每一個孩童的情況 部長你只要回答我贊不贊成現在這樣的做法 我想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一點應該這樣講 是 贊不贊成現在這樣的做法 如果只是讓家長或者是孩童自己來填寫問卷 然後就來確定 這樣應該是不好的 我們應該來改進 你只要回答我贊成或不贊成 我覺得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不能有模糊的空間 我們當然不贊成 贊成 我要這次部長你不贊成 是 我跟院長報告一下 很多學校目前就是都這樣子 隨便叫家長填一個 他的類似的一個表格 然後呢 老師再填表格 然後 就叫學生去就醫 那就醫的情況之下呢 很多的醫生就直接投藥 我不知道 院長跟部長 你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太細節的情況確實是不了解 現場的太細節的情況 那我今天現在跟你講 很多情況就這樣發生 那你覺得應該這樣子做嗎 我們會盡快來檢討改進這個部分 你應該要 你認為應該這樣子做嗎 我想你剛才描述的那個情況 確實讓那個過程不夠嚴謹 不應該這樣做 我兒子可能有這個傾向 他連去掛號都掛不到 然後我們就這樣 憑這個簡單的這樣子一個 然後很多的縣市就這樣投藥 我覺得這真的是 殘害我們國家的幼苗 然後有很多的家長 尤其你知道 並不是所有的學校的家長 學生的家長 都是台北市的家長 有些地方 他甚至的母親是 我們的外配 他根本不知道 然後就給小孩子一直吃藥 你知道這背後 有牽扯到多大的利益嗎 我不知道院長您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後面的利益 但是您剛才講這個填表 單單只靠填表 就斷定說這個小孩需要去醫院投藥 這個是不完整的過程 至少它只能是整個過程裡面的前半段 後半段需要有比較深入醫療的診斷 那我是這樣子的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邊 院長跟部長 我覺得這種教育的東西 國家未來的主人公小孩子 我們一刻都不能延後 我們能不能現在就決定 要求所有的學校 不能這樣子做 然後由教育部 跟我們的其他相關的部會 去擬定一個好一點的配套的措施 非常清楚的 我們所謂的財務主義 所以我們是說 做客人的 gesehen 覺得那些時候 我們去接的 我們建議 我們有一個好確的 或者在我們 我們對這個 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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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建議 我們建議 我們建議 建議 院長你聽不懂我說的重點 你知道嗎 這樣子隨便篩檢除了我們認為 它的程序它的方法不對之外 你讓小孩子被標籤化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說不能 在成長的過程這樣被標籤化 所以我在這邊我要要求 我要呼籲 我們應該教育部應該通令 在這個政策這麼粗糙的情況之下 從現在開始 全國的學校不應該再做這件事情 應該暫停 然後用好的方式才可以再繼續 我不知道院長你認不認同 這個是牽涉到專業的診斷跟判斷 當初會有填表這種做法 應該也是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做法 被過度簡化的 所以我才跟您回報說 我不敢講說是不是廢除 但是應該在這個以外 還有一些更深入更細緻的配套措施才對 不是 是沒有錯 但是在配套措施沒有完成之前 院長跟部長 我們是不是應該馬上先暫停 我想我們盡快來找這個教育跟衛福的專家 來檢討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現場也看到 就是我們所謂的過動兒的孩子 他們進到特教班以後 在老師的協助之下 其實他的學習是恢復正常 而且相對來講是有效的 那服藥這件事情 確實我們沒有特別的去注意 因為一般醫生會給孩子 直接吃藥的比例 其實通常都不是太高 不過你提醒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會盡快來檢討 就是說在現場是不是有適當的地方 來做一些改善或者是補救 我們在地方上 我們就常遇到這種問題 也有很多學生家長來跟我們講 他只要拿著這個單子去 醫生就說你先吃藥吃吃看 我覺得這個背後牽扯的問題非常大 還有其他利益在內 我就不多說了 可是在今天院長跟部長 你們也認為也承認 這個措施是沒有完善的情況之下 這個單單填表的措施絕對是過度簡化 對 那我要求 就是在還沒有一個好的措施之前 我們從即日起 各級學校應該暫緩這件事情 一個過動兒 他是活潑或是過動 不應該由我們 教育部我們的行政單位 我們學校這樣一張簡單的表格 就來斷送他是過動或活潑 你遏止了一個學生的發展 搞不好他是一個棒球的天才 他是陳偉英 就因為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把台灣一個偉大的運動家給扼殺掉了 所以我認為應該從今天開始 我們先暫緩 可以嗎 我們不要再繼續突害我們下一代 我跟部長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不能承諾馬上停掉 但是我們可以承諾說回去 我們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種 所謂過度簡化的做法 是怎麼演變來的 如果不適當的話 我們就把它停掉 那好 那你覺得要多久的時間 不想我們兩個禮拜之內 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兩個禮拜 好不好 兩個禮拜 然後我們趕快做一個這個決定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小孩子 再繼續這樣子下去了 好 不過委員如果有特別個案的話 也可以讓我們了解 我們可以來了解 學校他們為什麼會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這麼粗糙的處置 我跟你講 這個細節我就不多 但是 有很多學校是由衛生局開始的 有很多地方也是教育局這樣開始的 各個縣市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我們已經掌握了很多 就是這樣亂投藥 不應該讓我們的小孩子 從小就這樣子 而且 他的這個藥品 投的藥 很多都是抑制你中樞神經的一個運動 而且裡面有很多 是有含毒的成分 同意委員的論點 這個亂吃藥絕對是不好的 就是只靠書面的 搭幾個勾就去讓人家吃藥 這絕對是不好的 部長 而且你知道嗎 部長跟院長 這個ADHD的頭藥 很多的藥物 裡面它的成分 都含有毒品的成分 它可以讓小孩子感覺到沒有壓力 然後從小就這樣子 結果呢 你看 我要接下來就是要請教部長 你知道我們現在所有的國中高中 吸食毒品的比例有多高嗎 我會不會把他做到 我們現在還要讓他 走這樣 來看 然後其實很多都會 把他恐竊給它 然後把他的貨品 我們如果看來 我們要去看 如果要這個貨品 你還要去看 這個貨品 好像也要去看 和別人 我們去看 如果從校安中心所通報的校內的成癮的學生人數 其實沒有逐年的上升 大概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情況 102年跟103年 從數字上來看 103年是有下降一點 可是還是很高 是 是 那你認為學校這樣子 我們的教育部我們有什麼做法 就有關於防止這個毒品進入到校園 一直是教育部的一個工作的重點 那我們也積極的在每一個各種可能的場合來做宣導 來避免學生能夠染毒 你知道嗎 現在K他命是幾級毒品 K他命應該不是二級毒品 K他命沒有列入這個毒品的範圍 對嘛 所以他其實他只要他吸食 他只要不販賣 他只要吸食 甚至沒有攜帶20公克以上 幾乎沒有什麼法則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國中生 我跟你講 部長 你只要去比較偏僻的學校 你只要穿個短褲 你只要裝成一個很落魄的人 你去看 常常去看 你就會發現很多學生 就在學校裡面 在廁所 在角落 在那邊吸食 我自己都去看過很多次了 他是都去看 就有一個很大的知識 你知道他其實就有個精神 其實他也想想做 ville 和附近一些 自己讀看 所以他也在哪裏 你有那麼多人 拍照 包括互因 我們現在這樣講啦 那你知道吸食Ketamine 也會對膀胱對什麼造成相當大的損害啊 對人體都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啊 我們對我們的學生可以這樣子嗎 我請問一下院長跟部長 你贊不贊成把Ketamine列為二級毒品 來有效的管制 我們需要有更好的管制方法 但是毒品 幾級毒品有一些標準 那個標準我們不能隨便去 不好隨便去變動它 當然啦 我也知道像衛生署或什麼隊 把Ketamine列為二級毒品 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就對於保護學生 還有我們的治安什麼各方面的這個 我只請問部長 就於你身為一個教育部長 你認不認為應該把它列為二級毒品 以你教育部長的角度 我想那個避免學生染毒 不是我們的工作重點啦 因為你列為二級以後 學生萬一他真的有染到一次的話 他會有在一生的上都有一個紀錄 有一個形式的紀錄 這件事情社會上一直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 我個人的 不能這樣 我們去救他 我自己是在 剛剛沒有問到大安之前 請救他 是重要的 好 謝謝張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政委員立軍執行